哈喽大家好,我是爱美俏婆婆悠悠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啊 我非常理解这个女婿的这个感受 因为她结婚没多久老婆就怀孕 然后那个丈母娘和岳父岳母就过来了 她基本上是没有机会体会自己这个小家庭过日子是什么感觉 而且一住又是这么多年 然后还没有要走的这个打算了 这样的话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也许只有到她年近五六十岁的时候 她才能有过自己日子的机会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令人同情的一个遭遇 我是非常能理解她的 虽然我是作为一个婆婆 我作为婆婆我也非常能理解这个女婿的这种烦恼 那么我看了一下评论啊 很多人就会说你当初干嘛了 你当初为啥叫人来 没错当初让老人来呢 也确实是年轻人顾不过来 还需要老人来帮一把 并不代表着说你帮了两年三年 然后你就要永远的住在她家里 为什么自己又没有老 又没有说动不了 为什么不回到自己的家里边 把这个空间给到年轻人 让他们过自己的日子 然后你过你自己的日子 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女儿家或者是说在婆婆在儿子家长期的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去呢 不是需要年轻人说 是要老人自己要奢身处地的为年轻人想一想 要是我的话 那你需要我帮忙 我也不能说不帮忙 但是我帮忙 你一旦不需要我 我立刻就走 我多一天都不待 这是我的想法 因为你在人家家里边 不光是她不方便 你自己也不方便 首先我说一下 你就在生活上 你比如说这个女婿 夏天天热了 她想关个膀子 穿个裤头 丈母娘在那 你说方便吗 不方便 甚至老年人 那个脑袋里边那些条条框框 然后在家里边你都不能放松 另外第二点 还有一个问题 是特别特别不好的一方面 就是夫妻两个人一闹矛盾 本来小夫妻两个人吵吵闹闹 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 他们自己就会消化 可是这个妈妈就会介入到这里边 就是上一代人 跟年轻人生活在一起 引发的悲剧是 真的是非常多 就是前年就在美国 有一个天津的 著名的大学教授 在儿子家和儿子生活的时候 因为跟儿媳发生矛盾 就日积月累 最后他把儿媳砍死了 这是一个 大家可以从网上搜一下这个例子 而且他还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就以这样的一个惨烈的结局收场 所以说作为老人 自己要掂量掂量 怎么做更好 不要以老卖老 或者说鞠躬自傲 因为我帮你带孩子了 我就应该 我就应该在你家 一直待到我走不动 我觉得不要这样想 子女不需要了 立刻我们就走 问题就回答到这里 谢谢收看 拜拜